新来是三重卢州一带民众爆料 出现了一名女子常常骑着挂满塑胶带的脚踏车 就在校园附近兜售过期食品 有民众甚至说看过她兜售臭酸的红豆饼 还要砸一百块 波子卫生局可以开罚 律师也说如果卖过期品 可能已经触犯了炸气嘴 脚踏车把手上挂满满的塑胶带 一层一层叠上去 整个脚踏车车头跟车身已经看不见 只剩下一个轮胎 勉强认得出来是脚踏车 穿轻便雨衣的女子 把车停在超商门口 民众爆料说她脚踏车上 疑似挂的都是过期品 喊一个一百兜售 还有学生被欺骗爱心 女子出没在三重卢州一带 有民众说买过臭酸的红豆饼 也要价一个一百元 有遇到 她跟你讲的什么 她说物色要不要买你 她不限于说卖什么菜 还是什么 都是因为那一种 学生经常路过地点 女子几乎都趁着傍晚 下课时间出现 卫生局强调 若查证属实 已经可以开罚 除了食品卫生问题 明知东西过期还贩售 也已经臭罚 民众可以提告 还有可能会构成刑法的诈欺罪 是要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 穿着羽衣的女子到处找路人攀谈兜售东西 网络上引起争议讨论 罚则很重 但要有民众检举或提告 路边要买东西 千万记得要检查仔细 别落入陷阱 记者刘四杨文豪新美食报道